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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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是吧 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魁 您 您稍等 您稍等 陆先生 陆先生 您请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啊 您请坐 陆先生 我这次来呢 我知道您为难 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只出不入 我这也受不了 所以还请您多体谅 陆先生 您看我这 大老远都来了 您好歹拿点 要不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啊 陆 陆 陆先生 您 您这是怎么了 贺老贵 对 您刚才那一句话 太让我感动了 您说 那九账我都欠您半年多了 可是您没让我把账全还上 就是多少还一点 您可真是体谅人哪 您真是好心肠啊 可是我再犯我要有一点 我 我 我肯定把账给您还了 我 我绝对不会让您为难的 陆 陆 陆先生 您 您严重了 严重了 这 您 今天能拿多少 我 爹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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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这到晚 要喊多少遍呢 闺女 爹 这就给你逃口吃了去 陆掌柜 孩子病了 半年多了 这钱都花大发了 我这就 给孩子逃口吃了去 不不 您这 等一下 等一下 逃口吃的 您这家连吃的都没有了 我再凡有吃的 我 我能 我能不把账还您吧 我这有点钱 你先拿去孩子买点吃 不不不不 您您这这这这这怎么好意思啊 我 等您有了钱再还我 好不好 进给孩子买吃的去 好 坤姐今天就吃顿好的了 来 陆先生 冒昧地问一句啊 你这在家待着 不出去赚钱啊 你孩子病了 家里就有一个人 我这不是脱不开身呢 爹 我难受 好 好 爹 车子给你抓药去 贺掌柜 你说 我再烦能出去干活挣钱 我能让孩子的药断了吗 我这没办法 不是 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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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治病要紧 你不吃药这病 它越脱越重了呀 这不是没辙吗 你看看 家里面之前的 改当的 全都当了 你不完全说 别人也欠我钱 我 不是 可是要不回来啊 就 就算了 我也不跟您说 不 我还是给孩子抓药去 不是 那你 你这钱抓了药 吃了咋办 那就再想折吧 吃药 治病药紧的 我身上就挣点钱了 我身上就挣点钱了 你说回去拿吧 这路太远 这也来不及啊 来 这样啊 我这鞋啊 这羊皮鞋 就成心的啊 你拿去啊 挡几个钱 吃顿饭应该没问题 好吧 你先拿着 不不不这使不得 这我就那我还是人吧我 你先拿着 救急要紧 好不好 赶紧拿着 怎么样 鞋合适吗 这个大小还行 就是这个 怎么着 没这皮鞋体面 嗯 有双鞋穿上就不错了 你那逛脚子强 这几个钱的事 我是懒得到今儿买去了 贺长官 您是让那人给骗了 三爷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睁眼下掰 他哥 您叫他啊 他还不服气呢 这眼见为实你知道吗 你们是没看到啊 那哭得叫一个惨哪 孩子病重 腰就断溜了 还没饭吃 你但凡有点良心 你就看不下去呀 我本来说到这个柜上去 支点钱 但来回倒太远 这跑去都后半夜了 所以我说啊 就索性 就把这皮鞋脱了 给他们当了 换点钱 妈先把药抓了 把饭吃了 我这有错吗 那你见着那孩子了吗 我听见动静了 那有时候没见着人呗 这 多大点事啊 哪 哪天我有空 我都去看看不就完了吗 你放心 放心 不 不可能有那人 你放心吧 哎呀 爹 我饿啊 爹 我难受 你说 他咋那么傻呢 谁知道啊 傻得冒油啊 冒油好啊 等着下次再挂他一层油 大鸡腿 您请 您请 你看 又让您跑一趟 这是给闺女的 让您破费了 怎么样 那闺女好点儿没有 哎呀 别提了 这哪能好这么快啊 是这样啊 我学过西医 要不我给孩子看看 我给孩子看看 哎呀 你看 你 你学过 你干吗不早说呀 我都把孩子送走了 送走了 嗯 你送哪儿去了 哎呀 这不是嘛 有一个大仙 哎呦 她 她神得很 她说她能治好我闺女的病 我就送到她那儿去了 你怎么能送她那儿去呢 那都是骗人的 这怎么可能呢 绝对不会的 这 我学医的 啊 这个有病了 你就得看病吃药 那些江湖骗术啊 她她她 她不但治不好病 没准把孩子还给耽误了 你赶紧把孩子留下来 真的 老陆家 你孩子不行了 赶紧去看看吧 啊 大家都啊 你赶紧把裤子给我 我要看她归进去 就行了 你不知道咱家就一条裤子吗 给了你我穿什么呀 不 陆先生 你这屋里还有人啊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家里那位 我让您见笑了 你赶紧把裤子给我 快点 咱归女穿不行了 行了 你吵着什么呀 你就把我逼死 我也弄不出第二条裤子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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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好丧哪 爸 何掌柜 能不能 跟您商量个事啊 您说 您看您那个裤子 我 我 我这个 我这 这怎么给你啊 何掌柜 我求您了 我求您了 这鞋 早上给脱了去了 裤子也给扒了 何掌柜 您是去经账您了 还是去还账您了 人家这孩子 严惩就没命了 我总不能做事不管吧 那换了您你怎么办 我 我说不过你 但我知道你呀 你赚多少都得给搭进你 这钱财乃身外之物 你用对地方它就是钱 你用不对地方它就是粪土 对 都图 图 我 我先忙去吧 这刚说两句话就走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也得去前面了 何掌柜 这账先甭管了 别别别 怎么就不管了呀 不是 陈长官 你 你也先不管我 不是媳妇过 是先放放 等过些日子再说 别 别放放啊 我现在跟那陆先生 处得就热乎了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没准他一 过两天 他就把钱还上了呢 他哪有来钱的到啊 有 他有钱 他 他就是跟我一样 他把钱借给朋友了 但是说了啊 过几天那朋友 就把钱还上了 你就放心啊 你就请好吧 没那么多事啊 走了 饭子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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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来了 不来店去了吗 来 你们陈长官去哪 您找他有事 我上次给他留内钟酒 他喝了吗 喝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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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事啊 然后呢 然后他就回屋睡了 睡得挺好 那那人叫好 瞻瞻他就着 挺好 高先生里边请 别 里边请 有点意思啊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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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来了 陈长官 您可真忙啊 我瞒您说呀 我想把这老酒馆啊 改成二层九楼 正选新铺子 难怪呢 看着您这 满面春风 春风得意 得意忘形啊 您这话什么意思 没意思 没意思 就是给您提个醒 高先生 您这话 我电话怎么了 酒后话 酒后话 不当真 我今天还没喝呢 不是 高先生 我哪得罪过您吧 您没得罪过我 您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就是给您提个醒 您爱听就听 我爱听拉倒 不是有句话吗 良药苦口 提醒好啊 这好朋友亲兄弟 才这么做呢 谢谢高先生 今天我请您喝酒 来来来 我受不起 您留着 自己喝 好啊 这揣着泡喽出来呢 咱还真没得罪过他呢 一定是哪儿瘦了去了 跑咱那儿撒窃来了 是吧 好 老三 咱们是开店的 进来的都是客 甭管是红脸白脸大黑脸 还是猫脸狗脸大驴脸 咱们都得好好伺候这儿 谁让咱们是干这行的呢 我跟你说呀 我看了一处店铺 还不错 有空帮我省省眼 行 郭掌柜啊 谢天谢地啊 这回总算是有盘头了 老酒馆的钱 我能还了吗 你这朋友还你钱了 还没呢 那你这钱哪儿来的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 这账啊 您替我要去 我 我替你要 您看 我找我朋友要钱吧 我们之间又特别熟悉 他肯定不会给我 我又不能跟他撕破脸 这一撕破脸 这钱就更要不回来了 您跟我不一样 您跟他不认识 不熟悉 所以他不好意思 不给钱 再加上是 您能说会道的 三言两语 您得勤快点 把我这朋友哄高兴了 他肯定就能把钱给了 不是 我勤快点 再把他哄高兴了 那我这 我这不成三孙子了吗 不是 你这没办法呀 现在这年头哪有要钱的 当爷的 反正情况是这样 他还我钱 我才能还老酒馆 我给了钱 黄河入海流 黄河入海流 入海流 入海流 欲群千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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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上一层楼 欲群千里目 欲群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欲群千里目 是吗 你是老陆找来的 对 是陆先生让我来找你 来得正好 干活吧 干什么活 你先把院子扫了吧 咱们第一句是什么赖战 不是 齐先生 咱 咱们借一步说话 你先把院子扫了 扫完咱再说 还有一条啊 您可一定听我朋友的话 跟他好好地配合 他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到时候钱准能回来 还有什么 还有一扇轻 黄河陆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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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欲群千里目 欲群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齐先生 干完了 干完了 那孩子也睡了 活干得不错啊 手脚麻利 您满意就行 先生 我来啊 我知道 您知道就好 那您看 那个后院啊 有个监控房 都收拾好了 你就住那儿 您 您说什么 后院有空房 你住那儿 我住后院干什么呀 你的意思想住哪儿啊 住个屋 不是 不是 他 他不是哪个屋的问题 我 我是来跟你要钱的呀 要什么钱啊 那 你不是欠陆先生钱吗 我欠他钱 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 不是 你 在我们家干活的老刘 回老家一个月 那姓陆子说给我找个人 上我们家干一个月活 你来了 我看你这活干得还行啊 就把钱结给姓陆子了 他说他跟你分账啊 不是 那 那姓陆子他来了 来了呀 那人呢 拿钱走了 哎 不 不 你想跑啊你 给我回来 我算是弄明白了 姓陆那两口子没孩子 就他跟他媳妇两人 租个房子住 赚一笔钱 房子一扔 好了 咱那酒钱算清不回来啊 那房子也泡汤了 但愿他们两口子 藏得严实点 要不 他们那皮就得受苦落 好 房子乖 这天又不冷 你五那么严实干啥呢 我冷 这世倒还是好人多啊 那我碰上咋都那样人呢 瞧你这话说的 那我跟三爷是哪样的人 啊 停车啊 我念念 这老贺还是简单 江湖这点事 他不明白啊 这就是我宽众给的地方 这年头能有他这样的人 多难得 好 爷 您几位 六位 六 六位爷 里面请 好 陈掌柜 冯先生 您好啊 您这是去哪儿了呀 去了趟南方 做了点小生意 您那点小生意对我们来说 那就是大生意 这都是我的几位朋友 可都是大连街上 有脸有面的 老板 生意兴隆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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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们先坐 我跟掌柜的聊两句 冯先生 我可是沾了您的光了 捧场嘛 您这是要请客 是朋友请吃饭 就看好你这馆子了 哪位朋友啊 我认识吗 来过好几回了 还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 我告诉他 这家馆子好 还是冯先生照顾咱们呀 感谢 感谢 还是你这个馆子硬是啊 酒好 菜好 请朋友吃饭 不丢面 这脸上还抹油呢 抹油 亮汤啊 看来今天啊 我得多送您酒 不用送 不用送 朋友说了 他在你这儿存得有好酒 特意让我们过来 我敢问你 那位先生贵姓啊 姓高 四十多岁 中等偏高的个儿 对了 小白脸 白嫩白嫩的 就是他 就是他 盛哉贵 要不把他的存酒 先给我们烫上 六个人 一斤二两 三爷 高先生在咱们这儿 存了多少钱 烧豆子 四斤八两 您看 三爷就是三爷 满大连街上 找不出这老蛋来 您就说脑瓜子笨呗 您的冒烟 我先陪陪他们 您忙着 娘子 娶高先生酒坛里 一斤二两烧豆子 烫上 这个老高 到现在还不到 急什么 咱们搁几个喝咱们的 想吃啥吃啥 反正有人请客 对吧 那万一他又不来了 谁请 你们两位 你为啥我俩请 怎么变成我不请了 谁让你们俩那么着急的 高 高 谁着急啊 我不是来了吗 您干 您干 我来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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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 你一来啊 我们这顿饭 吃得就有底了 各位兄弟抱歉啊 我这临时有点事 来晚了 待会儿酒上来 我自罚三杯 来 坐坐坐 这酒 我早就给您烫好了 您就等着喝吧 烫了什么酒啊 你存在这儿的烧刀子 你不是说这酒不错 请我们大家过来喝吗 是啊 是啊 伙计 高先生 来了 陈长官 您太客气了 还亲自上来打招呼 这都是应该的 知道您最近忙 忙着选那个新酒楼 这再忙啊 也不能顾此失彼 对不对 这人啊 站在本单上是高 这万一没踩稳 摔下来了 崴了脚脖子 这还没以前高了 这万一摔躺下了 可就跟这地面一样高了 高兄 您说这话何一啊 随便说两句 没意思 高先生喜欢开玩笑 高老板开玩笑 每次来啊 都得逗两句啊 行嘞 你们落着 我让人啊 把韭菜端上来 韭菜可得端稳当了 别这高一脚 低一脚的 万一要是 摔了酒中 砸了盘子的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您放心吧 吊在地上的都算无的 高兄 你今天怎么回事 是提前喝了吧 同秋 山东老酒馆的酒好啊 这一进门 一先连吧 罪人 这一喝上 待会儿一犯迷糊 指不定今天啊 得出个多大的乱 这万一再闹上去 再把这招牌砸了 这连可就丢大了 高先生 老酒馆的酒好着呢 不上头 您呐 放心的喝 那要是上头砸了招牌 就是把这老酒馆一把火点了 我也不会有一个字的埋怨 陈掌柜 说话硬气 上酒 这菜还没上 等等吧 不等 上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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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 嗯 这怎么的了 臭什么活的 这位高爷 每回来他都在弄点洞 好 这还没喝呢就这么臭的 这要喝大了还怎么着呢 三爷 要不然我到屋顶上待着的 您上屋顶上干嘛去 我给您压着点防盖 要不然一会儿给掀了就 咱家防盖劲 还掀不了 咱那我马上去了啊 这事气着了吗 老老朋友 咱没得罪过那位高先生 早就跟我顶上了 我更浪漫 你屌了您就别来了 他还总来 您在涂啥 那死了 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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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意儿多了 他是来找事啊 把事找回了 他就说他了 见了面就那会儿垫了 这真是姚阿明 鸟儿死了 没看见 帮你打了他 我出去转 我错了 这 您看 菜还没来 这酒就先上了 咱们喝还是不喝 大家都不是外人啊 酒上了 喝 行 那就都满上 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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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今天咱不喝这酒 开盘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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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都烫好了 再说 都已经端上来了 咱们就搁着这个喝吧 今天我请客 喝什么 喝什么 我说了算 怎么样 喝什么都一样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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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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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计 开盘新酒 放心 一堂新的 咱也喝不完 对吧 对 咱们还是先把这存下的这碳喝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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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兄 几位兄弟 我自有安排 听我的 好不好 我去 把酒撤了 等等 我明白了 这是好酒 高先生舍不得让我们喝 先尝尝 尝尝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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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喝什么酒 听我的 赶紧把酒撤了 开台新的烧刀子 几位兄弟 听我解释 你说这一年 咱们天南地北地走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 我怎么能让大家喝我喝剩下的酒呢 这传出去 不是丢兄弟的眼 我说 这酒呢 什么都不说了 今天 全在酒里 待会酒上来了 咱们边喝边聊 行 好好好 不是 回来了 还没睡呢 出来撒把尿 你这屋里不是有尿壶吗 出来撒尿 敞了呀 我知道 我不回来啊 你睡不着 睡去吧 别着凉了 那您这么晚了 出去干什么去了这是 又干了干铺子 完了去别的馆子坐了会儿 喝了口 家不能喝呀 总盯着自己的馆子吧 看着是哪儿哪儿都好 底气十足 出去溜达溜达 这气就泄了一半 咱那馆子有毛病啊 得修理 那您说 咱那馆子毛病在哪儿啊 没诚意 不能讲了 哥 明天晚上我请您喝酒 这就对了 好 行了 睡吧 这是人是鬼啊 兄弟 我想死你了 大哥 一个零件都不缺 你等着 我拿酒去 都备好了 大哥 你咋知道是我的 这不闹出动静来了吗 我打个呼噜 你也能听出来是我呀 你放个屁 我都能忍出指尼来 得回你不是我仇人 嗯 服了 我也服了 你服啥啊 服你的能耐 阎王爷那儿啊 我去了 到那儿之后我跟阎王爷说 我是孙猴子的师弟 叫金小手 赶紧把我那名 从生死屋上给勾勒进 言文一听 孙猴子的师弟 那是一家人哪 勾勒吧 一转眼我就又回来了 那好兄弟呢 你倒是把我的名也勾勒进 我能把你忘了吗 我特意看清楚了 你是长命百岁 兄弟 你唱了一场大戏啊 精彩 是道上的兄弟 把我接了去 这警察局呢怕丢人 就随便找了个地儿 放了空腔 这事呢也就给压下去了 日本人那儿也有交代了 干 你这是干啥啊 大哥 我回山东老家看见我娘了 她抱着我的那些个家当 满脸老泪 满嘴念的都是大哥你的好 我得替我娘谢谢你 兄弟我 还是那句话 我为你拧脑瓜子摔下 叫我干啥吧 一句话的事 兄弟 今后有啥打算 都是日本小鬼子玩 怎么个玩法 把他们的脑袋 都给拧下来 来一锅乱顿 我这是国大 顿得开 痛快 痛快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 好 没这儿去了 找大哥来 炕烧热 酒烫上 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地睡个安闻觉 另外你那坛子酒啊 我给你存在酒驾上了 你啥时候来 咱俩啥时候喝 你来不了 好 令人感动 走了 别送 好 山高水长 兄弟脚下有数 您慢走 周先生 杜先生 杜先生 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 您这是去哪儿了 二两跑舌头 我给您探上 杜先生来了 这回可这样的 您说一顿呗 对 您说一顿 还不理人了还 是啊 不理人了 这是把舌头拉架了 你看 多日不见 这还拿上把了 看来啊 我还得给您添刀菜 得好好地孝敬孝敬您 你是讲评书的 咋喝上跑舌头了 这要把舌头跑了 那不把饭碗砸了呀 换个情况 咋了 不是 我哪句话说错了 兄弟 是不是遇上伤难事了 跟老哥哥我说 啥口咱卖不过去呀 你不说急死我了 兄弟 明子 把纸跟笔拿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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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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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dak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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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